訓書 各位鄉親喔各位阿公阿嬤 阿大媽 大家安安 大家好 我是那的衛心 好日報 每次院子鄭建勁 今天特別開心來到這裡 大家台上一些在這個四大人的一些國庫的謀畢 在開始之前的給大家介紹一下 我本身是國豐一方他畢業的 那我是二三軍國庫來做訓練 那在這個 大家知道來滾的便宜齁是很嚴格的 那當時 蜜蜜蜜蜜叫做住院醫師 真的是住院醫師 就住在便宜齁 每週八金就開始開刀 民望也慢慢就在開刀 睡覺的時候 就是一直在想這些開刀的事情 那現在有時候精神不濟 在小孩的時候就常常在訓練 當然自己在做手術的時候 就知道說這阿里有多大 那這 國庫的手術 雖然看起來 這個時間比較久 也站起來比較 體能也比較好 所以 平常是在處理手術的時候 就是要儲備很多體力 那這個畢業之後 我三軍綜藝 那這個 國庫訓練之後 我就去金門 來做服務 啊 金門兩年半的時間 那當時 醫長 看得不錯 我們還有 做基金時 做主任 處理一些事情 也學到很多 做人處事的道理 啊 現在 來到這個 我們身正台北 做服務 其實我 本身也住在這裡附近 阿嬤這裡住泰山 所以常常看這裡 走來走去 這裡慢慢 新增 慢慢發展 也很多 鄉親朋友 就需要這 我們骨頭的部分 來做一些 做一些討論 阿 本身我自己呢 做一些 所謂 關節症 內視鏡手術 大家都微創 這個內視鏡手術 這大部分 是處理這個 運動傷害 譬如說 少年假 腳頭腹 還是膝蓋 肩膀 受傷 就這個內視鏡手術 啊 靈骨也有在開 靈骨也有在處理 齁 早上再處理一個靈骨的這個問題 齁 一般這個人工關節 大家說 換關節 患關節 這些手術也有在處理 啊 當然一般這 骨科骨折 各種骨折 也是都 我們這個範圍裡面 齁 好 好 那 這個開始進行齁 這空白 大家一定不陌生 齁 這大家都很熟 那當然啦 他這是 他的部分 和我的部分 可能黑的部分 比較不一樣 但是呢 大家 不管哪一種部分齁 那也是要提醒大家 不管你是找他 還是找我 有事情要先問他 有事情要先問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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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他這裡處理的處理不好 一斤兩斤三斤不好 那我們還是 照這個 骨科比較科學的方法 譬如說我們這個 白的部分齁 就有X光片啊 電腦斷層核磁共振 鑽喔 很進步的 也很方便的 所以我們這裡都不可以處理 處理後 給你一個 一個循環齁 如果不要手術的 或是 不要處理的 我們就來處理起來 如果不敢手術 不敢處理 我們來做一些貨店 或是做一些 一些治療啦 食油啦 注射啦 都可以做做處理齁 所以 這 雖然說大家專業不一樣 不過還是一樣 提示大家 早期發現 早期治療齁 國庫也是一樣 後面會 後面會介紹一些 事實上一些 常見的一些 國庫的毛病齁 到時候 如果有什麼問題 大家可以 拿出來討論齁 今天 我要先 拿出一些問題齁 先大家 先跟大家說明一下齁 如果是中後面 我們這麼多習慣 如果是大家提問 問問題這樣子齁 相信大家聽完之後 可能會有一些想法 有些很多 很多問號 沒關係 現在趁這個時間齁 跟大家說明 討論一下齁 好 最開始齁 想到國庫 是怎麼來找國庫 一定是有受傷啦 受傷創傷啦齁 那 受傷的時候呢 大家也不要太擔心 也不要太緊張 我們有時候 一而再 再而三 齁 跟大家再提醒一些原則 一些做法 其實都是很簡單 這個很基本的事情齁 可是呢 這個 意外發生齁 都是沒有準備發生的齁 突然意外說來就來 但是 有時候一些事情 大家知道的時候 可以先早期的處理 可以先及早處理起來 那 你來這個檢查 在這個檢查之前呢 至少不要造成二次傷害 所以我先跟大家談一下這個 創傷的基本處理啦齁 好 這個我練習國台英語 所以要 創麻 叫創傷 所以我們大概都是 跟大家分享一下齁 好 一開始說文解字齁 先跟大家說文解字一下齁 插傷 扭傷 挫傷 骨折 到底是 那當然我們在 酸有名詞上面 都有他不一樣的定義 啊 講這麼多齁 大家最關心的 還是保險 阿 醫生啦 你可以幫我寫錯傷嗎 你可以幫我寫骨折嗎 好 好 那我跟大家講一下 到底每一個每一個問題 為什麼 醫生一定要堅持 為什麼 醫生可以幫你寫這個 這個部分齁 有發生 沒有發生 其實齁 來這個部分 你發生的動作齁 醫生沒看到 所以 一般我們只能從你 後面來看的時候 一些症狀 一些 這個樣子齁 來評估說 你大概是發生什麼事情 好 第一 擦傷 擦傷 皮膚因粗糙物體摩擦而受傷 很簡單 對不對 輕輕揮過去 就是擦傷 對不對 摸一下 當然這個東西 不叫擦傷 一定是有去稍微和這個其他粗糙的地方摩擦到 那很簡單 那你下去跌倒的時候 稍微摸一下 或是說 不小心牆壁人家推你一把 擦 擦 擦狀一下 那這個叫做是 皮膚因粗糙的這個擦傷 那看起來會是什麼樣子 大家一定有這樣的經驗 皮膚大概上面 這個 一整片的 一整片 不會是一條線的 一整片的 整片的 那用力一點就是 整片的又流了 那 手啦 腳啦 大概都有可能發生 這個擦傷 皮膚因粗糙的物體 造成這個狀況 扭傷 扭傷 那叫做 軟組織 受到強力的扭轉而損傷 所以一定有一個力量 它去扭轉 那 這個舉例大家一定也 常常都有聽到 譬如說 你家的 你孫子 去打爛球 腳去打爛球 腳冰準 這個最簡單就是腳扭傷 腳扭傷 第一 第二個就是說 你手上不小心 擦到手去打爛一下 那就是手扭傷 一定有一個扭轉 扭轉發生這個狀況 那 等你來看醫生的時候 醫生看到什麼狀況 這手紅紅 精進 種種的 整個範圍大概是 不會是一小的地方 可能整個區域都種種的 那 如果你講的是真的 你會跟我講說 我這個受傷 有去崴了一下 有去扭了一下 那 如果你這個 皮膚好端端 白泡泡 又密密 你跟醫生說你這個手去打爛 我相信沒人相信 所以 這個扭傷 就是卵組織有去受傷 有去 這個扭轉的這個力量 大概是這樣子 那 挫傷 挫傷 因外力造成身體某部位的 紅腫熱痛 還有瘀青 瘀血 紅腫熱痛 那其實 受傷都是一些人體在這個 發炎的一些基本反應 紅起來 痠起來 摸起來 燙燙 很痛 瘀青 因為皮下有一些微血管的一些粗血 那這個跟你 來看醫生的 第一天 第三天 跟第一個禮拜 一定不太一樣 你說這個 剛受傷 撞到的時候 你跟他說 這個人才受傷 那這個 來看的時候 那個瘀血已經整大片 綠綠的 那我想這個應該是有為常理 大概都是一兩個禮拜的時間 剛撞到剛受傷 可能這個皮下 都是 為什麼叫黑青黑青 對不對 就是直直的 這個受傷 這個小小一個區塊 那 一段時間以後 那它可能慢慢的 就擴散掉了 整個就變成 綠綠的這個區域 那 還是要小心 這個挫傷 有些嚴重一點的挫傷 它可能造成一些皮下的一些出血 鞋子 皮膚啊 還是說大腿啊小腿啊 鞋子 變成一個尾角 血塊在下面 有時候 簡單的就吸收掉了 可能你拖到一個禮拜 兩禮拜 有時候拖到一個禮拜 兩禮拜 這個尾角沒辦法吸收 可能醫生說 你這要開刀 這要拖開 這個尾角清清的 喔 你怎麼一開始沒給我處理 喔 你怎麼沒給我處理好 喔 你寒蠻 但是這個情形 當然我們循序漸進 因為 因為你來看醫生的時間不同 受傷的力量不同 部位也不一樣 所以 有的時候還是要去 這個 跟這個 你發生的事情 我們來做一些 做一些評估 然後做一些 適當的診斷 那這給你一些建議 當然啦 如果不用開刀 沒有人要開刀 但是我們看比較多的時候 有時候有些血塊 這個 挫傷造成一些 這個瘀青的一些皮下血塊 可能就要做一些 手術的處理 好 骨折 骨頭 因為直接間接外力 造成挫傷破裂變形 那這個就是一目了然 啊 談到這骨折的時候 有時候 這個有時候也是很 很傷腦筋的 這個 醫生 這骨頭是 是 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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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其實有時候 這個我們講 口語的一些形容詞的時候 很難跟大家 可能很好 很好去比喻 可是 很難跟大家講清楚 到底是這骨折的形狀 長什麼樣子 到底是 怎麼樣的裂 裂一條線 裂三條線 還是裂成粉碎型的 好 最簡單的一件事 我大概會跟 跟別人講 跟病人講說 你這個骨頭斷了 斷了就是斷了 骨折就是骨折了 是分做 有糟筋 沒有糟筋 有錯位沒有錯位 那是沒有糟筋 譬如這個玻璃 我拿一個人頭 給它敲下去 哇 整個裂開來了 但是 沒力又好好的 叫做沒有錯位 沒有位移的這個骨折 骨頭沒有筋 骨頭沒有糟筋 骨頭的話 它會慢慢長起來 骨頭會慢慢長起來 骨頭會慢慢長起來 要打石膏 打石膏 如果是腳 可能就要保護一下 這個是沒有位移的骨折 但是有糟筋 這人頭給玻璃敲下去 整個掉到地上 碎成一地的 就是骨頭有位移 有錯位 所以在這個解釋上面 我們醫生比較在乎的是說 骨頭到底有沒有錯位 錯位 沒有錯位我們就 保守治療 不用做什麼手術 但是可能要打石膏 但是如果有錯位 小於2mm 人體可以自己修復 那大人小孩又不太一樣 小朋友的話 忍受角度可以比較大 那慢慢的塑形的機會是比較好 大人有時候斷掉就扯 斷就斷就斷掉了 那可能有時候就需要做手術 就要做這個做一些處理 所以骨折在這個裡面處理的話 插傷扭傷錯傷骨折 大概就是最嚴重的情況 所以 那是說這個 大家如果 附近的周遭朋友 這些經驗 那 有時候醫生在寫這些字的時候 不是亂寫的 不是看心情 要寫這樣就寫怎樣 都是會有一些堅持 就是依照他的常理判斷 來去做這些處理 當然這是我們醫生關心的 但是別人關心的 醫生保險 你也可以給我寫這些骨折 等等 那可能就是 我們還是要依照事實來寫 所以 就來跟大家說文解釋一下 這叫做這個 創傷的一些定義 好 那基本的處理步驟 這個 休息冰敷壓迫太高 休息冰敷壓迫太高 今天要走出去 你什麼都可以忘記 這個至少幫我給他記起來 這個英文叫RIC REST 休息 如果你受傷的時候 譬如說我們舉例的一樣 這是打球運動受傷 好像腳去歪了一下 腳兵準想像 要比賽啊 我們繼續比賽 我這個 打球打了這次醫生 這樣好嗎 這樣好嗎 這樣不行啦 這樣子不要啦 因為你任何扭傷受傷的時候 到底是大的 這個 裡面骨頭已經有骨折了 還是說只是 筋去扭到受傷 有時候很難當下判斷 所以 請停下任何的動作 請先休息 這個 不要再去做一些很激烈的一些運動 冰敷 為什麼要冰敷 醫生會在冰敷 是熱敷 我們會請 會希望這個冰敷的目的說 冰敷一開始 消腫止痛止血 消腫止痛止血 所以 冰敷 冰敷要怎麼冰敷 我時候跟這個 跟白人討論說 冰敷 你會拿一個冰架 還是冰枕 還是說你家的冰架拿一個冰的東西 包一個毛巾 不要在這裡追觸皮膚 不然會凍傷 那 原則上來講 15分鐘15分鐘 20分鐘20分鐘 都沒有關係 間歇性的 一個原則 不要放的 全人睡了 站起來的時候 都凍傷了 就不好了 所以 間歇性的冰敷 譬如說我們講膝蓋好了 有時候你扭傷受傷 撞到的時候 一定不是只有一個地方 他可能周圍都會不舒服 那很簡單 你放這邊 放內側 放外側 放上面 放下面 就輪流這樣子放 間歇性的冰架 所以冰架一點都不難 只說你睡著的時候 可能把冰枕趕快把它拿起來 就好像天冷的時候 我們用那個熱暖爐一樣 你一樣 休息的時候把暖爐關掉 不然發生一些危險 壓迫 為什麼要壓迫 這個希望這個受傷不要再擴大 一樣 腳扭傷的時候 當下壓迫 怎麼壓迫 有時候我會給這個年輕人 一個繃帶 把這個腳踝 給他纏起來 綁起來 那纏起來綁起來 是急性期 剛受傷的時候 希望這個走 不要再往外擴大 那你還可以勉強走路 可以走回家 但是都是暫時保護的作用 那壓迫的時間 急性期 大概三到五天 都可以做這個壓迫的動作 那壓迫再推廣更多的話 有時候你在運動的時候 那或是說 這個眼睛 膝蓋走路比較不舒服的時候 有時候穿這個護膝 也是一樣這個道理 把它保護起來 讓它這個裡面可以比較好處理 可以比較好實力 所以這是壓迫 患肢抬高 就把這個 你受傷的 不管是腳也好 手也好 都抬高 我們要對抗地吸引力 這個血啊 這個水分啊 都會地吸引力 都往下衝啊 往下衝 所以有時候你受傷的時候 都起來下床的時候 哇 整個很靜很痛 這不舒服 那這個 休息的時候把這個 患肢抬高 這時候呢 開一個椅子 電個小椅子 這個睡覺的時候 電個枕頭 不管是腳 或是手 或是其他四肢的地方 這個患肢抬高的目的 都是希望這個腫瘡不要再擴大 好 所以RICE 就是REST ICE COMPRESSION 跟ELEVATION 所以基本上 受傷的這個基本處理原則 大概都是這樣子 大概 我們這個 呃 在跟這個受傷的這個患者講 大概都是這些原則 好啦 那異性 當時 樂膚的目的 大概是希望促進血液循環 增加血管的通透 讓它可以恢復 讓它可以去 達到這個養分 攻擊到遠端的地方 所以 樂膚的情形 我們比較多會在 恢復期 修養期 這個時候來做這個熱膚的動作 我喜歡舉個例子 王建民啦 台灣志工王建民 那頭手 他投投投球 投100球之後 下來的時候 大家如果有印象 拿這個冰槓 他放下去 因為 他這個肩膀 動了100球 200球 這個過度使用之後 一定會腫脹 一定會不舒服 那時候 我會冰敷 不要再痛 不要再不舒服 但是他病熊時 病熊時在做這個復健的時候 他做這個水療 熱療 這時候他都是用這個熱水 或是說熱療給他熱敷 所以 當你受傷的時候 趕快拿熱 趕快拿熱的東西給他熱敷 這樣這樣對 這樣不行 這個腫脹 他會增加血管通透性 這腫脹可能會越來越嚴重 所以 熱敷的時候 大概都是會在恢復的時候發生 所以 創傷的基本 基本出力 我們在即興期 應該講 3到5天 但是我覺得 看情況 嚴重的受傷 甚至前一兩禮拜 都算是即興期 後面時間恢復期的時候 才是用這個熱敷 那到底到底該怎麼樣的處理 還是要 每個人情況 還是要給醫生做一些評估跟判斷 這是創傷的基本處理 好 好 那再來就是這個 我們在處理的時候 如果有懷疑骨折 就要先給他固定 那如果 這個受傷的時候 希望可以就地取材 那你有什麼就用什麼 你有木板就用木板 你有這個 衣架就用衣架 把這個上下關節都給他固定起來 譬如說 我這個 手肘受傷 那當然我們希望的時候 固定起來 有時候會用這個 長背 這個板子 給他固定起來 或是手腕受傷 我就把這整個手 都固定起來 讓這個手腕 不要再一直動來動去 讓手腕 不要再一直動來動去 那如果肩膀怎麼辦 肩膀的時候 就掉個三角筋 先固定起來 不要讓那個手 推來回去 所以基本上 就地取材 然後這個 這個手兵可以拿到東西 來做這個固定 那 不要任意移動 這個患步 如果說比較嚴重 你看到很明顯 這邊路邊有人受傷了 就說這個 皮開肉站很明顯的話 那 不然怎麼辦 那我們可能不要任意移動 但是呢我們可以稍微把它 這個稍微固定一下 然後不要把 不要讓它動來動去 然後 確定都沒有這個受傷的時候 我們再去移動 那因為有時候不小心動的時候 會造成一些神經血管的損傷 那 患肢抬高 如果可以的話 受傷的時候盡量把患肢抬高 跟剛剛的意思一樣 就是 減少這個腫張跟疼痛 那這個 優先處理 如果 這個病人有更嚴重的問題 當然我們還是先處理嚴重的問題 那骨折部分可以先固定起來 之後再處理 都沒有關係 好 好處當然是說 希望這個神經受傷 神經血管 不要再進一步受傷 然後減少疼痛 然後希望這個 減少一些骨折之後的一些 休克啦 肺酸塞 比較嚴重 比較可怕的一些 骨骼的一些病發症 那 這個固定好之後 也可以讓病人可以得到 比較好的搬運 譬如說 這個你可能在荒郊野外受傷 受傷 你到這個醫護站 醫護所 那這個你要回家就要 今天要來我們 再把病人做處理 那還可以做這個 運送 做這個處理 可以比較好固定 比較安全 不會造成二次傷害 那 最後當然固定好之後 可以達到骨折癒合的目的 好 以上是講這個 我們創傷的 這個基本的一些處理 那 呃 我想難免都會遇到一些意外 天有不測風雲 那 其實大家不要慌 不要緊張 那我們在做處理的時候 那 可以一些簡單的事情 可以先做的時候 我們可以先處理 不要造成二次傷害 啊 最後還是要來這個醫院 或是說要診所 都沒有關係 給醫師評估一下 這個需不需要做 進一步的一些治療 好 接下來進到今天的主題 年長的常見的一些骨折 骨折 骨折 骨折醫師 很多大概都是在做這些手術 手術 到底我們是在忙什麼 到底我們是在做什麼處理 那到底這些人 為什麼需要開刀 為什麼不需要開刀 那後面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第一個 年長者常見的骨折 大家回想一下 身邊是不是有些時亂 有些地方的受傷 第一名 手腕骨折 第二名 寬部骨折 第三名 肩膀骨折 這個不用背 這個大概很常見 也非常合理 今天 這個老人家 不小心跌倒的時候 哎呀 手先去撐了一下 手就斷掉了 這個手挫傷下 重心部 哎呀 手挫傷 肩膀就下去了 肩膀也骨折了 那這個 重心部門下去 哎呀 手撐了 肩膀再下去了 屁股整個一屁股 坐下去了 三個地方 三個願望一次滿足 總是一次丟丟了 齁 有時候 基本上為什麼要講這些地方 因為 有的時候 都是我們在檢查病人的時候 這些地方都一定要全身看過 今天咧 之前就發生過 老人家講 哇我的手很痛 手很痛 手很痛 然後這個 這個他的兒子女兒 很小心翼翼的 把他這個 送上這個輪椅 然後救護車送來醫院 那一路上都坐在床 躺在床上 然後做處理 手開刀 開完刀很快把他開完了 結果這個隔天要起來 下床 下床活動 要上廁所 一起來說 唉唷 我就怕了 我就怕了 就發現到 這個寬部還有切腰的骨折 所以 兩個地方骨折 一開始沒有發現 就分成兩次手術 哇 這個這個 這哪有辦法接受 所以 基本上有時候 剛受傷的時候 可能老人家或是說 很多長者會覺得說 啊 這個手很痛 手很痛很痛很痛 我會說 啊這 可是全身都要先看一下 我說我請 這個 手可以動 手先動一動 腳先動一動 啊你這個 痠身翻一翻 有沒有什麼不舒服 確定你其他地方沒有不舒服的時候 我們來 再去做後面的治療 有時候 不小心 欸好像怪怪的 我就把他開開 把他怪怪 再去照個片子 啊 一次麻醉 就把兩個地方手術起來 所以 這些地方都是很常見的 這個骨折 有時候 真的是運氣不好的時候 三個地方都一次中的時候 哇 那真的表示說 這個 預防啦 這個跌倒啦 都要稍微注意一下這些事情 這是我們常見的這個骨折啦 好 既然這個骨折 這最常見的三個地方 那還有最 最常見的 三大地點 哪裡最常發現 那根據我們這個 國民健康署 老人 自速跌倒 發生的前三名 那大家回想一下 第一名 家裡是客廳 客廳 那 這個大家很好理解 電視看來看的 站起來沒睡 頭 一般的就跌倒了 第一名客廳 第二名臥室 欸 早上站起來的時候 這個重心不穩 就跌倒了 啊 手就受傷骨折 第三名 浴室廁所 這個我想更常見啦 齁 這生辛苦了 沒生在骨折 那這個受傷 寬佈骨折 所以 這個家裡最常受傷 這個前三名 跟大家分享這些地方 其實呢 如果可以的話 這些地方後面會講到 都要做一些 防滑的一些預防 或者說一些 一些地方的一些 一些設施啦 或是一些輔具啦 預防老人家做這個 有跌倒的這個 這個狀況 這是前三名室內的地方 那戶外的話呢 第一名 街道上路上 這個 欸 阿公阿嬤這個 今天心情不錯啦 要去菜車買菜啦 啊不然小孩 旁邊一個年輕人家 歐頭馬 噌噌噌 走過去 啊就 不小心骨折掉了 第一名 街道上路上 不小心受傷的 第二名這個 公園或是農地 啊 啊要去針災啦 鐵修啦 要去針災啦 啊這 不小心這個 肚子掌摸路上 不小心骨折了 這受傷 負責了 第二名 菜園農地 第三名 公園運動場 啊本來是說 要去運動的 啊要走這樓圈 不小心這 這個光線視線不好 一踩下去 哇 負責了 所以這三個地方大概是 戶外我們常見的這幾個地方 受傷別道的地方 所以 老人家如果在這地方出沒的話 我要特別稍微注意一下 這是我們受傷的地點 好 這個 呃 鎖腕骨折 遠端饒池骨骨折 這個 這個 這是無雷公圓球的 4月6號 這幾天才手術完的 那 這個叫做是 饒骨折 這條池骨 就是鎖腕的地方 那 也許燈光沒有人 這個地方叫饒骨 大家看到 這不再回去 啊這也有傷到 那 正面如果你看不出來 側面你看這個 總該看得出來 這個都已經崩起來 這要饒齒骨折 所以 手往後倒 很明顯 這個老人受傷的時候 手去這樣 積累 好 是手腕骨折 那我們開到的時候 現在大家也都很方便了 這個打鋼釘鋼板固定起來 把這個崩起的地方 把它揉回來 既然把它打起來 這樣固定起來 都還不錯 側面也是一樣 不能這崩起的地方 那這個 骨頭骨折都把它固定回來 手就活動得很好 好 4月7號 開完刀 那 像這樣子的話 那固定好了以後 那你會不會跟我說 啊他先 不要開刀 可以啊 可以不要開刀啊 啊你去就歪歪 手就歪歪的 骨頭也是會長 剛剛看到這個 這個 上一個這個骨頭 骨頭也是會長 只是他位置可能 就在歪歪的地方長起來 手就歪歪的 好那 位置看起來不好看 那功能可能就會有影響 有時候可能跟 左手右手也是有 也是會有差 如果是左手可能大家吃飯 鬥去的比較久 那可能左手受傷 治療可能也許會不太一樣 那右手 大家拿東西吃飯 還是說上廁所 大概都是右手比較多 所以有時候右手的這個 要求會比較高一點點 那不管如何 其實 要跟大家講說 這個手術都已經不是很困難 都是對我們來說 都是每天在做的事情 那這個骨頭骨折育臺 癒合還是 再來給醫生評估一下 有時候這個 怕手術 有時候我們看到 很多人家怕手術 結果之後 兩個禮拜 兩個月 三個月骨頭長起來了 手歪歪 醫生 你有沒有告訴我手歪歪 醫生 你怎麼不告訴我 有時候就是 會有這樣子的誤解 那 這是我們講常見的 手腕的骨折 好 肩膀的骨折 近端公骨骨骨折 那大家看X光片 第一次就上手 這叫做近端公骨 大家不用我講一次 整個嘴做三個 雞 兩 三 各地嘴了 那 這位神心 也不是很大的力量 也不是說 騎摩托車 騎就快點什麼樣 也還好 還跟我說 還不小心踩空 受傷跌倒 3月18號 那 當天 這個大家要開到動手術了 你看這個都已經歪掉了 這個活動大概都會有影響 會卡住 那我們開到的話 就把它打一個鋼丁鋼板固定起來 那 雖然說 大家沒有很常看這個X光片 你可以看到這個頭 都被我們 固定的很圓滑很漂亮 至少像個頭的樣子 那 這個恢復 現在這個病人 一個月來給我追蹤 手大概可以抬了 再押去 那 傷口也不會太大 你看 我叫我頂啊 這個縫合針的地方 上面一個洞 下面一個洞 五公分 三公分 大概傷口不會太大 所以目前來說這就是肩膀的這個近端弓骨骨骨折 好 寬部骨折 大家可能有常常聽到 這個骨骨筋骨折 有時候看越是光片 醫生跟你說明 要跟你說明 醫生我沒有看 你看就好了 有時候我會勉強的 還是跟大家教學一下 你要不要看 看另外一邊好的地方 好 我先跟大家講答案 後面是正邊 正邊 好的是右邊 你看這股骨頭 股骨筋 這個大殼的地方 要是說肚骨頭 股骨頭 股骨筋 左邊就有問題 或者痛的地方 不舒服的地方 跟正常的地方不一樣 就是有問題 所以這個叫股骨筋骨折 整個頭歪去 那 以目前來講 健保來說 60歲以上股骨筋的治療 大概都要換人工關節 健保都幾乎 大概不用擔心 所以手術完以後 大概長這個樣子 兩腳也不斷 兩腳也長 也都是很長 有時候擔心說 醫生 我的長短腳 我的長短腳 像目前的技術來說 好好處理 大概都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那 除非說 你有拖到時間 拖到一個禮拜 拖到一個月 這股頭回去的時候 這整個腳 穩穩 Q回去 這個軟縮了 已經僵硬了 所以拉不起來的時候 才會有一些問題 但是 這個洗澡做治療 大概都不太有太大的問題 這叫人工關節 那3月23號 這個阿姨也是拿著拐杖 來門診 都還不錯 還不錯 好 再來 這個最近可能大家也比較常聽到的 這個腰椎壓迫性骨折 這是個77歲的阿嬤 她的地方 可能光線看不知很清楚 就是來的時候 她跟我說 她沒有做什麼事情 就是 不是說 買去那個花園裡面交花啦 要去拿一個東西 押下去 哇 整個疼不起來 痛得不舒服 然後 她也覺得沒什麼樣 講說這個股油啦 這個大貼布啦 整天就好 可是還是不舒服 就來門診看 齁 那 這個S光有時候看的不是很清楚 不過勉強如果 頭前的 鄉親看得清楚 上面的地方有一節扁扁的 每一個骨頭方方正正的齁 好 那這個時候 如果我們大概醫生懷疑有狀況 就會給她排 核磁共振 就是這個啦齁 你看一格一格一格 都是方方正正的齁 你看這個亮亮的 齁 這個扁掉亮亮的地方 就是第一節的腰椎 壓迫性骨折 齁 很痛 很不舒服齁 那一般來講 如果說你可以好好配合 你擦一件替殺 穿這個鐵衣齁 那 這個有時候你鐵衣固定好 因為這個 脊椎齁 扁掉之後 越來越駝背 越來越駝背 人家說鬥Q鬥Q 有時候跟這個也有關係 他骨質太舒服的時候 每一節都一點點扁 一點點扁 就變成壓迫性骨折 那這個骨折的時候 他如果沒有治療以後 就是彎腰駝背 那就很容易有痠痛 那痛得不舒服 有時候我們看看 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痛有比較緩解 你替殺蓋掉 穿得好OK 那骨頭又長起來 愈合 最重要的是 你不會痛 十分痛 你有幾分痛 九分痛 那兩個禮拜後 十分痛 你現在有幾分痛 存兩分痛 那我們大概就可以不用處理 十分痛 你又八分痛 七八分痛 非常痛非常不舒服 那可能就會建議你要做手術 我們叫做這個 椎體成型手術 叫灌症 大家比較常講灌症的手術 那我們在做處理的話 就是在這個地方 因為他骨頭已經不愈合了 他沒有長骨頭了 我們就給他一些骨頭 我們就給他一些支撐的力量 所以咧 我們在麻醉之下 裡面有X光筋定位 正面側面 正面側面 然後後面打一根針進去 灌這個 灌這個 那醫生說 這很簡單的啊 這個 沒什麼困難 那其實在手術當中 因為後面有神經 是要亮亮的是神經 所以在定位的時候 要特別小心 那在熟悉的醫生來講 大概半小時 一小時內 手術可以完成 那隔天靠完道以後 這個會有戲劇性的轉變 喔 不痛啊 還會害怕 還會下來活動 不過還是要用背架固定一下 這要做的是 現在比較常聽到這個 腰椎壓迫性骨折 我們做冠軍啦 冠槍手術 好 以上是這個 我們這個年長者 常見的一些骨折啦 一些 一些受傷的一些狀況 那還有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都 我在說聲笑的啦 都是這幾 這段時間 做的一些手術的一些 一些病人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都不是很困難的手術 但是呢 有時候大家對於手術的疑慮 對於手術的這個擔心啦 那其實以現在的技術來講 大概都可以去克服這件事情 那有時候以前沒有這些東西的時候 那就是讓它痛 痛了之後就變成臥床 不能走路 那生活品質就很差 你知道 老人家一旦臥床之後啦 整個身體就是直線走下鍋 那有時候 像講寬部骨折啦 一些 一年內 兩年內的死亡率 可能都高達百分之三四十 那如果沒有治療的話 引發一些肺炎 密壓道感染 或是大家知道 路窗 後面碎破皮 那問題都會很多 那可能 當然有時候 年紀大的時候 這個身體狀況 允許不允許 去做這些處理 或是說 麻醉能不能做處理 可是有時候 在一些不了解的時候 那你可能就不敢去做這些手術 可是如果 麻醉醫師 這個骨科醫師 評估起來 可以把它做處理的時候 其實都可以得到 不錯的這個生物品質的一些改善 所以 以上跟大家分享一些 這個 我們在常見的一些 骨科的一些問題 好 那再來 退化性關節 講到這個問題 大家可能精神都來了 但是 這個大概都是 常常會遇到這個問題 退化性關節炎 我們因為 Othel arthritis OAOA 那 退化性關節炎 耗發的比例 四十幾歲的這個病人 大概百分之五十以上 有退化性關節炎 五十幾到六十幾 百分之八十以上 有退化性關節炎 那 七十歲以上 大概九十以上 有退化性關節 所以我想 在場的各位 可能有一半以上 都有退化性關節 那即便是這樣子 他心理說 我有退化 我不會痛 我也不會痛 我也沒有不舒服 你想說我退化 那 退化顧名思義 就是這個 我們皮膚 這個關節 這個 磨損 它已經耗損掉 已經這個 用了很多很多時間 再以這個膝蓋 來做例子來講的話 有時候退化的時候 我喜歡拿這個 車輪 輪胎來做比喻 輪胎 我們看這個輪胎 這個在走的時候 都很這個 心啊 那個胎紋都很深 為什麼 三年五年 或一段時間的時候 車輪就要更換 因為那個車輪都變磨平了 磨平了 那磨平的時候 還是可以開車啊 還是可以走啊 可是有的時候 大家有開車就知道 這還是會有危險 會有問題 就是所謂磨平的 就是所謂退化 他的軟骨被磨損掉了 所以 退化性關節呢 其實大家早期 這個 知道你的情形有多嚴重 大家可以知道 做一些治療 那這是退化性關節 好 所有關 退化性關節的故事 大概可以用這一張 觀念片來做這個解釋 我們講左邊是這個 正常的膝蓋 那 右邊是這個 有退化的一些膝蓋 那 正常的結構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骨頭 這是骨頭 這個 這個 我們叫卵骨 叫卵骨 這個是卵骨 外面包的關節囊 關節滑膜 裡面有些關節液 這是正常的關節的情形 那 右邊是有退化的這個膝蓋 它發生一些退化的一些情形 好 剛剛講說像輪胎像磨損的情形 每天我們走路 走一千步 五千步 那 一年我們走 一萬步 五萬步 一千萬步 所以這個膝蓋 一天到晚一直在活動 在摩擦摩擦摩擦 久而久之後 這個軟骨就被磨損了 就好像這個 牆的牆壁上面那個油漆 你一直給它摩擦摩擦摩擦 這油漆都掉下來的 這個東西 軟骨的東西 就掉在這個膝蓋的裡面 造成一些發炎反應 那發炎反應之後呢 這個膝蓋就會腫脹 就會積水 就會痛 就會不舒服 那另外來說呢 這個軟骨的下面 這個就會變成粗糙不平整 那因為膝蓋疼痛 它旁邊的關節囊 就會引發一些發炎反應 就變成肥後 變成腫脹 那久而久之這邊磨損之後 兩個關節卡在一起 就變成這個關節的這個骨頭的變形 那有時候在這個 膝蓋的部分 還會覺得說 疑心問他怎麼會這邊 撲一包 怎麼會腫起來 那大家現在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不是說哪裡腫起來 哪裡去受傷 腫起來如果你是 關節以軟骨在裡面發炎的 積水 那是一種腫起來 如果是內側的地方 如果是一些 這個關節囊的這個 肥後 真後 它是另外一種種 所以狀況不太一樣 這個腫到底是腫哪個地方 到底是痛哪個地方 這其實可以用這個圖片來跟大家做解釋 所以所有的問題 所有的這個罪魁禍首 都是這個軟骨啦 都是這個軟骨 所以我們後面在做很多人都治療的時候 都希望可以發明一個東西 讓這個軟骨不要那麼快磨損 或是可以讓這個軟骨 長一個新的軟骨出來 看可不可以讓這個軟骨 讓它讓這個潤滑的動作 不要這麼辛苦那麼快被磨損掉 所以在這個膝蓋 在做這個退化性關節的時候 大概從這個片子的話 你可以去解釋所有的這個症狀 例如說腳踏腹啦 痠痠啦 痠痠啦 白白的 麻麻 脹脹的 大概都跟這個退化的前行 跟這個軟骨去磨損在裡面的發炎反應有關係 好 那在這個檢查的時候 以前到底這個我退化是有嚴重還是沒有嚴重 我以前這個 我這個那個退化是要開炎還是不用開炎 那我們比較科學的方法來做檢查的時候 大概可以從X光片 一些分級來做一些解釋 我們從零級到這第四級要做處理 零級大概是一般正常年輕人好好的關節 我們在講關節的時候 兩邊關節囊 關節腔啦 這個是內側 這個是外側 一樣 叫大家第一次看退化關節就上手 這個是內側 看到兩邊都是平均的啦 都平均的 這正常關節應該是要這樣 因為兩邊都很均勻分布都是好的 那第一級的時候 是軟骨它稍微輕微磨損 那你在關節腔的時候 會看到這個地方好像白白的 因為它是有點磨損有點不舒服 那可能這內側關節腔會開始有點變窄 變薄 因為它軟骨裡面已經變薄了 變不舒服了 那到第二級的時候 這個變窄的情形越來越嚴重 兩側關節上下變白的情形越來越嚴重 為什麼 因為它一直在摩擦 一直在這個裡面一直在退化 軟骨一直在被消耗掉 一直消耗掉消耗掉 所以兩邊關節腔越來越窄 那到了第三級的時候 可以看到除了磨損以外 骨骑造出來啦 骨骑跑出來啦 有時候是內側 有時候是外側 內側的情形大概是比較多的情形會發生 所以 有時候在路上看老人家走 內巴歐型腿啦 歐型腿 大概很多都是這個 內側去磨損 造成這個 裡面關節變形 那少數這個叫老K腿啦 一邊是內側 一邊是外側 磨外側 所以 到底每個人的動作 跟他走路的姿勢有關係 誒 我這手 這腳是歪到外面 是外面 我這個應該不是退化 可是看X空片的時候 你就知道說 這內外側已經都磨損掉了 那還有說 X型腿 兩邊都是外翻 就是 兩個就是摩擦這個磨損掉的前行 那 這個都是跟退化有關係 跟每個人的走路姿勢有關係 或是他 每個人的遺傳啊 體質會有不太一樣 那 最後到底是什麼樣的情形 還是要照X空片 我們一看 就知道 那最後第四集可以看到 全部 這關節腔都不見了 整個都磨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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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親在一起卡在一起的時候 那大概就是所謂第四度 需要做人工關節 換關節的手術啦 那 因為這個地方 外側的軟骨 還有 這內側都已經磨損了 所以 硬碰硬 九頭碰九頭 這個地方都硬碰硬的時候 所以你走每一步都會很痛 很不舒服 可是呢 有時候 他真的騙人 我這 都歪得我不會痛 我也不會痛 我也不會不舒服 有時候我開玩笑之前 我待在金門 我今天阿嬤跟台灣阿嬤 相差不一樣 今天阿嬤很多人 腳都歪得這樣 都在內彎都已經變身了 阿嬤你這腳 退化啦 這要開刀啦 這要玩關節 阿嬤說 啊不用啦 我好好的 我都很慣慣 我已經很習慣了 我每天就做事了 去菜園走走 都沒有事 所以那時候我知道說 原來這個 即使這麼嚴重的關節 很多人可能因為他 本身的忍痛程度 或他的生活習慣 他就已經習慣這麼不舒服了 那他的情形 他要去接受手術 有時候八十幾歲 九十幾歲 他去做這處理 可能他們也不願意 那 難道說這個都不會不舒服嗎 一定還是會 那這過程當中還是痛 還是不舒服 可是因為對於這個 退化的不了解 因為不知道 所以就讓他 放他痛 然後說他可能為了做事情 為了生活 為了家計 還是去工作 那這個變形對他來講 可能就不是那麼重要 所以後面來講 像這樣子退化的這種變形 大概是都要做處理 可是有時候都會講 像這個要做處理 不是緊急的手術啦 不是今天馬上立刻 要給你動作手術 馬上給你做什麼處理 這個情形大概 我們還是會觀察一下 每個人的生活型態 看你是做什麼工作 看你做什麼行業 看你現在幾歲 看你現在多少年紀 這個五十幾歲 有沒有可能這樣子 有可能 受傷過後的 做工的 每天搬運的 或是說 以前這個有去運動傷害的 可能五十幾歲 就已經關節都已經磨損掉了 那在這個磨損掉的情形 要不要去做處理的時候 還是要看你的這個狀況 處理起來之後 有的時候 你已經很不舒服的時候 那處理起來 你生活品質會比較好 那有時候 你擔心害怕做手術 或是說 這個關節你還可以靠一些 一些熱服啦 靠一些復健做治療的時候 他這個 治療可能就不需要 不一定要那麼積極 所以 到底要做什麼情形的時候 我們大概會用X光片 因為X光片最快 最簡單 大概都 大家可能類似的經驗 那再讓這個解釋一下 有時候可能 別人比較多 可能下禮拜隔幾天 判刊報告也沒關係 但是 至少評估起來的時候 你就知道說 到底你的膝蓋 是處在哪一個分級 再配合你的年紀 我們再提供一些建議 做一些治療 好 好 好 這個是退外關節的這個卡通圖 大家看起來這個 好像觸目驚心 沒有錯 我在外觀的時候 裡面就是長這個樣子 就是這樣 那 剛剛講說像這個牆壁 這個油漆 這個油漆都掉下來了 所以你看到這個是磨損 這個是磨損 這個也是磨損 所以內側外側上面 那 到底怎麼看內側 有時候大家很疑問 醫生你說 一心一共內側的內側 外側的外側 我當然不是亂講 因為這下面有頸骨 下面有肥骨 大家可以摸一下你的腳 外面這邊凸凸的 這是你的肥骨 這肥骨 所以有肥骨的地方 這是外側 這個是內側 所以大家看到 這內側也是一樣 磨損比較多 這個斑駁的比較多 外側也有一點點 那 磨損的時候它裡面 就已經 深可見骨的 就是我剛講硬碰硬 所以它裡面就會疼痛 覺得不舒服 那磨下這東西 因為在關節腔裡面 所以它都在裡面 一直做怪 一直做怪 一直在做怪不舒服 那還有包括這個 病骨的地方 大家可以摸一下 前面這裡有一個 蓋子的地方 這病骨的地方 這是我們可以活動 你走每一步 你除了膝蓋 兩個之間在活動 你的病骨也是一直在摩擦 所以造成這個地方 病骨的地方去做磨損 那裡面呢 在這個 這個軟骨 大家現在越來越進步了 還有 軟骨 怎麼贏贏 膝蓋裡面只有軟骨而已嗎 當然不只 還有所謂的前後十字韌帶 還有內外側半月半 韌帶的話 基本上來說 是管這個膝蓋扭轉 扭動 還有前後晃動的一些力量 這個角度在活動的時候 你在這個 讓你膝蓋不會去脫 就不會去脫去 還不會軟 所以這個是前後十字韌帶 我們在做手術的時候 或是在做檢查的時候 都會去了解到裡面有沒有去受傷 有時候在年輕時候 這個有做過運動啦 或是受傷啦 或是這個裡面發生車禍等等的 造成這個韌帶受傷的時候 會讓這個膝蓋晃動得很明顯 會很劇烈 會讓這個關節會提早發生 提早做這個惡化的情形 所以 現在我們才有所謂的這個運動醫學 做韌帶重建 做韌帶的一些修復 做一些處理 除了韌帶以外 這個是前十字 這個是後十字 還有兩個骨頭之間 這個軟骨 軟骨 軟骨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形狀 是個像月亮一樣半月形的 沒錯它叫半月板 內側半月板 外側半月板 當然這個是不健康的啦 這不健康的這個都已經 它故意化得好像手手 這個鋸齒 因為它已經被磨損掉了 所以內外側半月板 在一些受傷的時候 也可能因為這個半月板受傷 整個掀起來 整個掀起來 卡到關節 讓你關節 不能伸直 不能彎 那可能要做些手術 做些處理 那在這個裡面軟骨 受傷的時候 那有時候我們在處理 它沒有整個破掉 我們會給它修剪 修修修修修修 這個軟骨修剪 跟修剪頭髮不一樣 頭髮修剪還會長出來 軟骨修剪 它變少就變少 就不會再長出來了 所以這個半月軟骨的地方 我們能夠縫合 盡量給它縫合起來 為什麼 它是兩個膝蓋之間的軟墊 一個couture 所以以前有受傷過的話 這個軟骨它磨損 它受傷的時候 你會一直造成疼痛不舒服 所以我們在做處理 它飄在這個裡面 也會造成一些發炎反應 所以我們把它做一些修補 那一些運動員 他們當然也很辛苦 在這個軟骨 常常受傷比較多 它進去的時候 不是半月板 可能都已經沒了 或是都已經破損 不成月亮形狀 都是已經缺腳不舒服的時候 那它的關節炎就會很早發生 為什麼 因為它變成沒有一個緩衝 它變成軟骨磨軟骨 它就比較早期發生一些關節炎 所以大家不要看 這個膝蓋裡面 除了軟骨以外 還有很多事情 在幫忙你們 每天走路 每天做這個活動 做一些很 這個不管你跳舞 或是一些跑跳 或是運動的一些動作 都是要靠這些結構來合力完成 所以你在受傷的時候 那在哪個地方受傷 什麼樣的力量 然後這個受傷的程度怎麼樣 譬如說評估之後 我們可以做一些參考 那最後的最後 大概就是換人工關節 那各位看到 左邊這個是磨損掉了 那人工關節做起來就像這樣子 我們把這個軟骨受傷的地方 把它給修剪 把它給整理一下 最後把它倒上這個人工關節上去 那本來的這個 我們的十字韌帶 這個軟骨半月板 最後取而代之的是這一塊 這一塊 我們叫PE材質 這個 這個 鋸吸的這個軟墊 軟墊 當然整組 大概健保都有幾部 所以目前來說 其實台灣的醫療 算是蠻進步 相當好 那人工關節裡面 還有分成這個 微創手術 還有分成導航 這個電腦 機器人 什麼等等 各大概都有 所以這麼多方法 大概都是一個選擇 那要不要做處理 有時候要不要開刀 我都會反問病人 那你要開刀嗎 你有想要開刀嗎 如果你沒有想要開刀 這個都不要再想 怎麼開刀 你想要開刀 我們這裡會討論 到底要什麼方向 來做治療 想要用這個關節鏡 去清一清 還是要換人工關節 當然這個是最後的一步了 那這個 通常來講的話 大概六十歲以上 大概健保都是有肌膚的 那有時候會看病人的活動力 活動程度 六十幾歲 七十幾歲 活動力其實還很好 有時候捨不得 馬上就換成人工的 還是做一些肌肉的訓練 做一些治療 那可能七八十歲 大概你活動力可能還好 可是 真的是因為關節 疼痛不舒服 造成這個情形的話 那就可以把這個 關節處理起來 你的活動會比較舒服 這是為了 這個 這個人工關節 還是這樣子 我又按到了 我又按到了 不好意思 好 好 那我們退化的這個 剛剛跟大家講解這麼多了 那 我們先稍微暫時休息一個 十分鐘了 待會兒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退化新聞 今天關節要怎麼治療 要怎麼做這個處理 那大家稍微先休息一下 我們等一下再過來 好 謝謝 謝謝 講話講得太快嗎 對啦齁 因為我 我知道齁 我自己講話 我講話很快 有時候這個腦袋想的 很希望跟大家多分享一些我知道的事情 當然其實還有一些不知道 我等一下還有留一些問答的時間 那大家都還可以提出來沒關係 齁 如果覺得剛剛講的這個口齒不清齁 國語不標準齁 那大家盡情盡量齁 因為這個希望大家了解這些 帶一些東西回去啦齁 那可以有一些基本的認識這樣子齁 好 那我們講到剛剛這個退化性關節 那其實 大概我們都以膝蓋為舉例齁 膝蓋最常發生 那其實 通理可證齁齁 髖關節 肩膀關節 腰椎脊椎 都可能退化 好 這個機器 零件用久了都會磨損了 對不對 人體這個結構 你每天都在使用它 有時候你虐待它 有時候你給它操 給它用 那它當然是會提出一些抗議啦齁 那在抗議的時候 那我們在做治療的時候 我們都還是按照這個標準 做一些想法齁 現在這個治療齁 白白種 л 那我們先來紙上談兵一下 那能不能做到大家 大家 在一起來共同勉勵一下 我們講這個退化性關節的治療齁 大家可以化成一個金字塔 那這個轻度中度重度 慢慢慢慢吸收 去健肌網上面做治療 最簡單最基本的這個 衛教物理治療減輕體重 跟我一樣 減肥 那這個要運動 要輔助器具 這個意思就是說要改變你的生活型態 那是說你生活做工作要做很粗重的 要做很粗重的 或是你的工作需要搬東西爬上爬下 爬去爬路 還是說你生活的時候 老人家很虔誠的要去拜拜 要跪啦 要哭啦 政材要哭啦 這個蹲啦 這個跪啦 這個爬上爬下 搬重物 你想像這個你的身體再加上一些自己的重量 再加上重力這搬重物的一些重量 壓在你的膝蓋上面 你的膝蓋這個軟骨磨損就會變得比較快 所以我剛剛以上講的這些動作都不要做 都不要再做了 那有時候開玩笑我都說 一邊齁 我在幫你打火啦 一邊你在打爆火 這樣怎麼會好 講邊講 你回去還是一樣 這個家裡的事情放不下 這個櫃 這個還是放心不下 還是去搬重物 這種事情會比較辛苦一點 所以第一個這些事情大家都先不要做 這些負重的動作都盡量少做 第一個 那還有這個一些物理治療 有時候在講膝蓋的時候 我很喜歡這個請兵的 或是有時候你可能聽到一些人會教你 抬腳啦 抬腳運動 大家可以試試看 很簡單 我們抬起你的右腳 腳踝勾起來 大家摸一下自己的大腿 大腿 是不是頂部 這是硬硬的 這叫骨四頭肌 骨四頭肌 當然裡面還有分內肌 內側肌 外側肌 這骨四頭肌 你腳給它撐著 撐個30秒 它的這個大腿會痠 會結實 會變硬 但是它不會受傷 不會太傷 所以這個肌肉 這訓練的肌肉練得比較結實的時候 它可以幫忙你膝蓋的力量 所以這個動作你就是給它抬著 很簡單 你電視哪看 手機哪看 腳到腳 抬腳 抬腳 抬腳的時候 你要坐著做 我當初 他姓我腰不好 腰不好 我坐著做會不舒服 那沒關係 你躺著休息的時候 你抬腳會給它抬著 所以抬腳運動 它的目的是訓練你的大腿肌肉 你的肌肉練得比較結實 它可以幫忙你的膝蓋 所以 你在外面 你孫啊 你好心啊 去什麼健身房 練什麼深蹲啊 練什麼運動器材 練這個飛輪其實意思都是一樣的 所以 練肌肉 從9歲到90歲都不會錯的 讓這個肌肉練的表現 可以幫忙分攤你膝蓋的力量 抬腳 這是最有效 這是改變生活型態 我怎麼有點喘喘的 好 那再來 這當然還是痛還是不舒服的時候 這個 練肌肉以外 這可以吃點止痛藥 就是開點這個止痛消炎藥 肌肉鬆弛劑 讓你這個疼痛比較舒服 比較緩解 所以這是我們在吃一些口服 這些止痛藥 那 再來的話 一些陳藥 一些非利物 瑞固醇的抗發炎藥物 還有一些 處方的一些藥物 都是醫生在開這些藥物的時候 依照你的疼痛程度 會開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慢慢的應的程度 來開這些止痛藥 我看一下說像 可以用手槍的 就不要用機關槍 就不要用大炮 如果拿出大炮之後 代表你的情形已經很嚴重了 所以 慢慢的應的情況 再開藥上去 那 最後不行 就變成外科手術治療 好 那講到這個退化 常常都會問 醫生 那煮玻尿酸有沒有用 要煮什麼 好 好 這個講到玻尿酸這個故事 這個玻尿酸 我都形容說 這個 是個迷思 玻尿酸的東西是個 潤滑劑 所以 好像你這個 門啊 開關 加一點機油的時候 它裡面就潤滑 就比較不會這樣 摩擦摩損 所以 玻尿酸它其實裡面不是止痛 不是治療啦 不是讓你這個關鍵 腳骨更加用 不是 是讓裡面潤滑 好 剛剛看到上面的片 那個 這個 換燈片 裡面卵骨已經磨損掉 所以我們加點這個玻尿酸進去 讓它這個裡面可以 這個不會那麼磨損 不會那麼不舒服 所以 它是讓裡面 這個可以 可以增加潤滑的 健保給付 三件事 六十歲以上 好 這個有造x光片 第三個要追蹤半年 所以在醫院裡面 在這個 處理的時候 大概三件事情要符合 所以 今天結束以後 你不要明天來說 醫生我要打玻尿酸 可能 不能馬上幫你打 要自費啦 醫師要一千多塊 那但是你如果來追蹤 看半年以後 然後中間追蹤的時候 可以給你打 三劑 每個禮拜打一次 那這個東西 玻尿酸 不是治療 是讓裡面比較舒緩 比較緩 比較緩解而已 所以打了之後 會不痛 不是因為你打了止痛劑 你的軟骨已經長回來了 我已經不用開刀了 不是 這裡面已經有潤滑 比較舒緩一些 是健保有起伏的 那這個玻尿酸 大家下一個問題說 這樣我叫維古粒有效嗎 維古粒 維古粒裡面 古洛沙明 這個葡萄糖胺 還有吳念珍 韓義雄 大家都在廣告廣告的 這個如火如荼 那這個台灣買的 日本買的 美國買的 我們老生 為美國拿來比較有效 從德國買來比較有效 通通不管 那它的成分都是葡萄糖胺 那這東西來講 裡面的東西 在科學上 我們在學的時候 是說對裡面 對於治療關節炎來講 它對於軟骨的增生 它是沒有效的 是不會長軟骨的 不會吃一次軟骨長出來了 你的 剛剛那個四度變成三度變成二度 不會這樣子 但是 在做實驗的時候 這個裡面 軟骨 好像可以增加 軟骨生長百分之十 二十 就這樣子而已了 大家就說 這個可以治療關節炎 就變成這樣 所以 這故事是這樣子來的 這是維古粒是這樣子來的 那 所以裡面的話 大家 即使我講這麼多了 今天大家 完畢之後還會說 伊姓那你可以開維古粒給我吃嗎 所以 裡面的話 維古粒這東西 我給大家的建議 給大家的觀念 當然 這東西每個醫生看法不一樣 我給大家建議 大家當成是一個 保健食品 保養品保健食品 這個 你保健食品 你不吃 它不會不好 你吃了 它也不一定會更好 所以 它裡面保健食品 你多吃 它多更好 也沒有這樣子 所以 你當成一個保健食品 那如果以劑量來講的話 一天 一天吃兩顆 早晚吃 那醫院的部分 有粉狀的 兩天吃一次 比較好吸收 那當然 每個東西產地 你拿一個國家買的 大家就自己選擇 你買車子 也有TOYOTA的 也有賓士車 對不對 也有其他不一樣的地方 那都沒有關係 那微鼓力 它把它當成是一個保健食品 所以 有些人因為要吃的東西 壓力很大 這個我每天 我要吃高血壓 糖到病 打開那個盒子 裡面要一百好幾顆 那 沒有吃到藥 心裡很擔心 緊張到睡不著覺 明天要拿藥 這個下禮拜拿藥 藥已經沒了 微鼓力已經沒了 然後睡不著覺 不需要這樣子 大家不要擔心 所以把它當成是一個保健食品 壓力不要這麼大 那 確實吃了的時候 有些人會覺得比較改善 那 確實會覺得比較舒服 當然相反的 也有人吃了覺得沒有效 那到底是什麼原因呢 剛剛跟大家說明過了 健保室 也是有給付的 也是60歲以上 吃三個月停三個月 所以 你如果來門診的話 大概可能都 醫生都會跟你講 類似的事情 一樣的事情 那 這是我們在健保上面可以幫忙的 當然你去外面房間買的 Costco 哪裡 誰帶點的 費用都不太一樣 那這東西大家都可以做個參考 這是退化性關節的事 我們大概都是以這樣子的原則來做處理 搭配剛剛X光片的分級程度 搭配你的年紀 搭配你的工作 來給你一些建議 所以 有時候 不同的人 或是說 你說你出病假病 怎麼醫生給你開藥 這個醫生給你打針 這個醫生給你手術 不同的情形 其實都不能說一概而論 好 講到這個退化性關節 下一個問題 大家有時候問PRP 那關節微創注射 PRP是這個最近比較新的東西 那 比較知道的人 大家也知道說 這個抽血打針 抽血打針 那 它比較全名 就是血小板的這個濃縮萃奇異 我們每個人傷口花一刀會流血 血裡面有白血球 紅血球 血小板 會再生會 血小板 所以 裡面因為血小板會再生 聰明的這個科學家 就把他這個人抽血 萃取離心出來 二十倍三十倍的血小板 打到你膝蓋裡面去 促進你的這個軟土裡面生長 那這叫做 目前的這個PRP 關節微創這個注射 血小板的這個濃縮液 在做這個注射的時候 通常我會建議 有兩種人 我建議可以給他打 一個是受傷型的 一個是退化型的 受傷型的叫做 我喜歡舉個例 叫做林書豪 林書豪 怕辣球一樣台灣之光 他因為受傷 你知道他這個在打NBA 那裡面關節 我想都已經受傷磨損的 蠻辛苦蠻嚴重的 所以他們在運動員受傷的時候 他們因為 還要上場表現 然後做手術會打這個PRP 讓裡面軟骨去增生 是說增生可以增生百分之五十到六十 讓他裡面初期的這個關節炎 對於初期的 注意喔 剛剛的這個第一度 第二度第三度 大概可以治療的效果 是比較好啦 那 到第四度已經完全磨損的時候 那他裡面的這個治療 要去長軟骨出來 效果就比較差 這個是受傷型的 因為總是退化型的 那我喜歡舉個例 黑狼叫狄狼 狄狼狄 狄狼狼到後來的時候 他的膝蓋都已經彎了 變形了需要開刀換關節 他是他不敢開 好 那你看他 看他節目說 一個月一塊錢要做幾萬塊 一斤二萬塊就是那個 那膝蓋的關節的地方 那這個東西 他覺得打得比較舒緩 比較OK 那這是所謂的PRP 那我們醫院是一支一萬六 那 這張圖片 是我從網路上面抓下來診所的 什麼三支五萬 四支五支十萬 這東西 這個費用我想都不會太便宜 因為這是比較新的技術 那對於早期關節炎 他治療來講的話 是有他的效果來 是有他的效果的 那對於比較已經嚴重 已經很磨損的話 那我就會說 看你的狀況 換你的狀況 每個人當然成這個狀況不太一樣 你如果說 過得比較不錯 比較過 你不敢開刀 那可以考慮打PRP 那以上講的這個原理 大概是這樣子跟大家做說明 這給大家做一些參考 那如果 外面有人跟你講說 你做這個一定會好的 保證會好 保證會OK 保證會沒事 那我想這個都有點嚴過其始 這都是一樣 希望它促進裡面生長 促進裡面軟骨生長 它的原理在這個地方 這所謂PRP 好以上 剛剛講的是這個 退化性性肌炎的狀況 都是講個大概 都是講個概念 那講得比較快 那大家 如果還有什麼問題 我們可以到門診 或者說在諮詢你的骨科醫師 都沒有關係 那今天講的最後 這個主題叫 骨質疏鬆 大概也是 我們聯群當者 比較常常會知道 會遇到的一些狀況 那也是給大家一些 概念一些想法 一些 一些這個 理論的一些東西 然後讓大家可以 有些基本的認識 和了解 好 骨骼裡面 這個含鈣 含鈴裡面成分 那外面是硬的 裡面是軟的 你吃一隻雞腿 拿起來看你就知道 外面是硬的 裡面有骨髓 裡面有骨髓 那 這個裡面的話 除了這些 骨頭以外 還有一些造骨細胞 跟破骨細胞 所以 我們後面的一些 講一些理論的東西 這個到底吃藥 打針 都是在對抗這個 造骨細胞 跟破骨細胞 我們當然是希望造骨細胞 多一點點 深骨頭的多一點 破壞骨頭的少一點點 那這個情形 讓你的骨質會越來越好 所以 基本上 大家都是在想 這兩個之間的一些關係 一些藥物 一些 一些增績這樣子 那我們在30歲的時候 大概是每個人 鼓的最好 最勇的時候 叫鼓量 這個鼓本 大概是最好說 慢慢的 你的鼓量就會減少 你的鼓質密度慢慢就會下降 那 這大概都是每個人的一個必經之路 所以 有時候 老人家講 唉聲嘆氣 唉 老了 大家不要太聲嘆氣 每個人的必經之路都這樣子 你對這個鼓之中 多了解一些 你就比較不會那麼擔心 那 這個 我們在做骨質密度的時候 會做一些檢查 後面會介紹 那 如果骨質的這個變得比較脆弱的時候 它的骨折的發生 危險幾率就比較高 同樣道理 這個 二十幾歲的這個 女生 跟 八十幾歲的女生 老人家 這個婆婆 同樣是摔倒 同樣是跌倒 這個二十幾歲小姐 屁股拍拍就站起來 就繼續往前走 阿婆可能摔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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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怕骨頭斷了 你敢給我叫骨頭車 所以 這個形式不太一樣 是因為骨質比較疏鬆 比較脆弱 所以 它可能只是一點點跌倒 我已經 已經不會這樣啊 我已經 咳到不會這樣啊 那現在變成這樣齁 所以都是因為 骨質的這個骨量變少 所以它一點點受傷 不用很大力 不一定要是車禍什麼 它只要一點點摔倒 骨頭受傷 所以 有時候子女啊 有時候不瞭解 你怎麼摔成這樣子啦 你怎麼太不小心了 那時候 不是老人家不小心 它的骨質真的是比較差 所以它只要一點點的跌倒 就會造成它的骨折 那 再來 還是要念點書 這個有點掉書帶的東西 我們大概分成兩種 一種是圓巴性 一種是刺怕性 一種是刺怕性 圓巴性就是說 自己本身就是說 她的大概是以女生為主 是庭經後更年期的女生 她大概是 這個圓巴性的這個骨質疏鬆 那 她的因為女性荷蒙減少之後 造成她的骨質密度 越來越差 越來越疏鬆 那 老人型的這另外一種是比較常見 男生女生都有可能發生 叫老年型的骨質疏鬆 那 她的情形來講的話 因為老人家她的一些代謝 然後活性的維生素D 她減少了之後 她的體內要生成鈣質的東西 越來越少 所以她的造成這個 老人性的骨質疏鬆 那 這個 裡面的話 刺怕性的 就是原發性的就是分兩種 跟年期的女生 或是老人家 刺發性的話 大概就是可能有些生病的 可能是做過一些婦科手術 或是有些用藥 吃這個類固醇 或是有些 一些分泌的一些疾病 造成一些原因 產生的一些骨質疏鬆症 那可能要回頭去治療本來的原因 比如說類固醇 是不是要停掉 或是說她這個女性荷爾蒙 是不是要去用她的一些東西 就是刺發性的一些骨質疏鬆 好 臨床症狀 骨質疏鬆 無聲無息 沒感覺 沒有感覺 你就已經骨質疏鬆了 你今天忽然間 這個測一個骨質密度 怎麼那麼差 怎麼那麼糟糕 啊我還沒痛 我還沒痠痛 醫生你給我 你快去 不是不是 因為她的症狀是 沒有症狀 她沒有感覺的 那少數啦 當然有時候 可能會覺得說 好像腰痠背痛 不舒服 所以她可能老人家會覺得 這個駝背啦 我慢慢的背部越來越彎曲啦 或者說 她可能因為突發性的一些骨質 造成劇痛不舒服 就像我剛剛講的 只能只是去彎腰撿個東西 唉呦 哇 轉起來不起來了 非常痛非常不舒服 那因為腰椎 因為脊椎 她被一個小小的力量 去壓迫 把那骨頭給壓扁了 那一次然後去發現到說 啊 你這個有骨質疏鬆 可是呢 她早就已經很脆弱了 她進不起一點點的力量 不一定要摔倒 一點點彎腰 或是 抬起頭來 仰起來 要去 要去 揮牆上的蜘蛛網 唉呦 就去受傷到了 所以這個情形來講 她的臨床症狀 呃 她是沒有感覺 她是沒有不舒服 沒有什麼不舒服的 那少數 在很 骨質疏鬆的病人 就是很這個 骨質疏鬆很差別 她會覺得全身痠痛 她會覺得不舒服 那這個情形來講 有時候我們會給這個 老人家安排這骨質密度檢查 好 那在做骨質疏鬆的這個流行病學來講的話 大概百分之76的人 50歲以上大概都會有些骨質流失 大部分都有些骨質流失的一些狀況 那 大家了解之後 就是要開始做一些骨質的一些補充 一些預防 那 每年台灣有一萬六千人 大概都有些骨質疏鬆的骨折 也就是說 大概有這麼多人齁 輕輕疊了一下骨頭就斷掉了 骨頭就斷掉了 骨頭就受傷了 那這裡面來講的話 就我剛剛提到的 寬部骨折一年的死亡率 女生有百分之15 男生百分之20 在寬部骨折除了骨質疏鬆以外 常常我都喜歡 我都會講說 還要想一下 這個病人是不是有一些內科的問題 是不是火腸太多 還是火腸太多 還是說 這個昨天晚上吃這個睡眠的藥 要吃太重 要放太重 那 它是因為一個暈眩 一個不舒服 造成一個跌倒 如果是意外跌倒 我們好治療 好辦 下次小心一點就好了 如果是因為身體不舒服 有時候 你只有治療骨頭 你下次還是會再跌倒 你下次還是會受傷 因為它已經有個不舒服 你沒有去治療它 血壓太低 血糖太低 這個走路不穩 怕精神變得走路不穩 或是說 有些狀況 都要先把它控制好 所以 基本上來講的話 在這個寬部骨折以外 還有它本身的問題 我們更是要 全面的道理都去評估一下 好 檢測骨質密度 然後減少這些事情的發生 好 正常骨頭長這樣子 在裡面看起來是很致密的 那骨質中 變成看到一個洞一個洞 比較寬 洞比較大 裡面看起來比較疏鬆 是這個樣子 那裡面可以看到 在這個破骨跟造骨細胞 就好像 造骨細胞 生骨頭的越來越少 好 那這個破壞骨頭越來越多 就造成骨質疏鬆 好 好 那在做骨質密度檢查的時候 比較 精確 比較確實的話 會用這個叫做 雙光子能量檢查 簡單來講 它就是個機器 你躺上去 稍微給你掃描一下 一段時間 然後 這個做起來 會給你一個數據 為什麼我知道 因為我有做過 我的故事還可以 那都是正常的 那 這是基本上 在醫院來做 在這個比較精確的 骨質密度檢查 那有時候你在檢查的時候 可能有一種這個 腳踝夾一下 哪邊夾一下 你這個數字可能太多 你這個有骨質疏鬆 可是數據可能不是那麼確定 那建議你等來再去 這個大醫院再去做檢查 所以 以這個來做一個 雙光子能量檢查 那骨質密度呢 我們以這個 T-score Teacher的T 這個是統計上的數據 統計上 就是說你看到這個負的 不要太擔心 它是統計上的利益 也就是說 以你的這個數字 跟你同年紀的 以你的數字 跟七十幾歲的這個 這個狀況 兩個做比較 負2.5以下是有疏鬆 負2.5到負1之間是 骨質缺乏 負1以上是正常 所以 大概醫生在講說 到底是負3負4 我在門診看過 負4負5的 大概都有 那裡面來講的話 這個是骨質疏鬆的情形 那 這中間是缺乏 負1以上是正常 那 負4負5 那你跟這個病人講 你講這個阿婆阿公公 你這些負4負很嚴重的 他也是跟你講 我也沒感覺阿 我沒感覺阿 所以 大家會很常見這種狀況 可是就要很小心 預防跌倒 可能要做一些 骨質疏鬆的一些治療 這是 骨質密度 醫生在給你講解的時候 大概是這樣 到底是落在哪個地方 那 骨質密度 要不要每個每年每個月都去檢查 今天我吃了很多鈣片 那我下個月趕快去看一下 我骨質密度是不是有生起來 我下個 我半年後再去看 大概基本上來講 他的變化大概不大 這原因主要是因為 你蓋子這個全身骨頭 再去整個新陳代謝一次之後 大概都需要半年一年以上的時間 所以 我們在做這個追蹤來講 大概都是等 兩三年以後 我們才做一些檢查 做一些評估 那 那撤起來的時候 我舉例 可能-4啦 我們做一些骨質疏鬆的一些治療 它慢慢往上增增 增加到-3-2 就已經很了不起了 就已經很棒了 但是 其實在治療的時候 我們也不是要去治療數據 就是我剛剛講 數據是一個評估 是給你一個參考 最重要的還是要預防跌倒 還是要小心 不要跌倒 你-4也好 你-3 你-1也好 你摔倒就是摔倒了 你骨折就是骨折 這個事實 這個意外 才是最需要避免的 所以 骨質密度檢查 的目的是先給你一個參考 希望你這個情形 骨質密度 讓自己有個警惕 有個小心的治療 然後之後 再做一些預防 整個生活品質才會比較好 好 那目前來講 治療這個骨鬆的一些原則 那主要是減低這個骨質流失的速度 然後還有積極的預防骨折 還有做一些復健 增加生活品質 還有在骨折之前 早期先診斷出骨質疏鬆 讓這個老人家知道說 你已經有骨質疏鬆了 你要小心不要跌倒了 那你這個動作都要放輕放慢了 不要那麼急 這個急著要去做什麼事情 然後就摔倒 急著要去做事情 就彎腰 那就去受傷到 所以這個是預防的目的 所以叫做骨折鐵三角 年齡跌倒 還有這個骨質密度 如果我剛剛講 年輕人二十幾歲的 他年紀年輕 他的這個骨質密度不錯 他跌倒沒有感覺 沒有不舒服 拍拍屁股就起來了 老人家不一樣 這個年紀大 骨質密度差 輕輕的一個摔跤 就骨頭骨折 手去撐 就骨頭骨折 那這個裡面來講的話 女性大概比男性 機會來的高 那這主要當然還是跟荷爾蒙的分泌 比較有關係 那還有超過五十歲 抽菸 體重過輕 還有家族有一些 家族是這個 長輩他就有一些骨質縮重 這也是會遺傳的 還有一些缺乏運動 還有說 喝酒 所謂喝酒 大家這個平常應酬 在南美會 這裡還可以講 每日超過三杯 喝酒喝比較多 變成酗酒了 那還有這個長期服用一些 都是一些骨質疏重的一些高危險群 所以基本上 在這個治療的時候 除了這些事情以外 大概我們比較常會去 建議病人做一些事情 第一個 去曬太陽 因為它裡面這個 太陽這個 紫外線的這個裡面的維生素 B的波長 會讓這個促進 皮膚去生成活性維生素D 增加鈣質的生成 所以曬太陽 然後運動 這個年紀大的病人 可能不好做一些太激烈的運動 走路啦 走超常散步啊 運動大概都很好 或是第三個 均衡飲食 不要緊吃啦 不要挑食啦 那當然 有時候這個 你說 那我吃菜會怎樣 吃素怎麼辦 可能就要去 補充一些鈣片 補充一些這個 鈣質的一些東西 好 那這個當然是 骨質疏中的學會 裡面的一些表格 一些治療 這個裡面 當然給大家做參考 我們當然也是看他的骨密度 負一 負一到2.5 這個有缺乏到有疏鬆 我們再去做一些治療 然後 裡面的話 有些還是要看他的狀況 裡面是不是可以做一些治療 剛剛 如果 有一件事情 就是說可以給病人打這個骨骨頭的針 那大概是符合三個條件 一個是 年紀大 大概60歲以上 有合併這個脊椎骨折 然後還有 第三個 有做過骨質密度檢查 有骨質疏收 可以給病人打這個骨質疏收 我們叫做 骨蚊 骨蚊 或是有一個名字叫骨力強 是打針的 半年打一次 那半年 那是健保有給付的 不然那一支 自費打都要七八千塊 所以半年打一次 那三件事情 60歲以上 有合併脊椎骨折 然後還有第三個 這個 有做過骨質密度 密度檢查 測起來是骨質疏收 三件事情是可以打這個 骨質疏收的針 那其他大部分來講 還是要看到你的狀況 如果沒有符合 可能就必須自費 自費去做這些治療 好 一些建議 多做一些 所謂再重的運動 就是走路 到底不是說負重 走路的一些運動 那還有這個 適當的攝取鈣片 我先入第一 講到鈣片 這個 鈣片這麼多種 它你要吃哪一種 那這個 有時候 目前來講的話 鈣片 我們的建議是說 大概一般的鈣片是600毫克 每個人每天所需的鈣片是1500毫克 所以 一天吃兩顆 大概1200毫克 人體會代謝掉一點 剩下1000毫克 你還會再吃飯 吃東西 大概再補充 大概1500毫克 大概是ok 所以再一次 每個人一天吃鈣片 大概一天一顆 早晚吃 吃兩次 兩顆鈣片大概就夠了 所以目前來講的話 鈣片的補充大概是這樣子 那至於說 什麼牌子啦 加D加A加C加 加很多東西 那這東西 我想一個原則 大部分的鈣片都會有 含有這個D 那二則就是說 呃 只要是天然鈣的 盡量不要是合成鈣 那這東西 不管你是有什麼牌子 我想都沒有關係 只要把握這個原則 這個天然鈣 然後每天的服用 早晚 一天兩顆 大概就夠了 這是我會鈣片的補充 那 其他的飲食的話 剛剛賀蒙 大概飲酒抽原 大概都是會 造成這股脂疏中的一些情形 都盡量去避免 好 預防跌倒 這個 呃 這個話題聽起來 好像很簡單 就不要跌倒嘛 你就不要去摔倒嘛 你怎麼一直摔 你怎麼一直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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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 有時候事情不是這麼單純 那有時候可以在家裡面 先去了解 他到底跌倒的原因 那家裡看看他是吃了什麼藥物 還有說 是不是家裡有些 呃 家具啊 或者說有些環境啊 很漂亮很美觀 但是呢 這個大理石地太滑了 有水 很容易滑倒 或者說 這個老人家說 會有這個洗手間 這個在起身活動的時候 可能都要去做一些服具 做一些 防滑的一些裝置 或是一些比較粗糙的一些地板 這個是預防跌倒的一些方 一些一些幫忙 那還有一些酒精鎮靜藥物 還有一些室內照明 那有時候燈光美氣氛加 但是就是容易造成老人家跌倒 那減少障礙物 有時候東西堆的地方 大概都會造成一些老人家 不小心去半島 注意居家安全 所以 小小這些事情 今天 帶給大家想一下 家裡是不是有這些 老人家是不是有這些危險的東西 可能就要做一些 預防跌倒的一些 一些準備 好 那最後這個 運動醫學 那剛剛講的老人家 那本身我有做一些 運動醫學的一些手術 就是剛剛講關節鏡 肩膀 膝蓋 肩膀 這個王健民 我們台灣之光現在也是受傷 不過現在又好像又還不錯 又好像又再 再接再厲 我覺得還不錯 那 看他身上都有很多病痛 大家最常知道 肩膀是投手的這個命脈 他裡面做過一些 唇瓣的一些受傷的一些手術 因為裡面骨頭這個 關節的地方 上面有一些肌腱附著 所以有時候老人 這個跌倒受傷 手舉不起來可能肌腱斷裂 那王健民的話 是唇瓣受傷 他投手投 每天投100球 那後來投到 投不準了 速度出不來了 因為裡面啊 唇瓣破掉了 受傷到 所以他有去做一些手術 叫做這個肩膀的一些 關節 唇瓣手術 縫合手術 那我們寧書豪 這個 這一次也很不幸 因為剛第一季 就這個膝蓋 拉傷受傷 這個聽說是這個 病骨韌帶斷裂 也是去做一些手術 那他的話 裡面的話 關節膝蓋 剛剛有跟各位介紹過 退化以外 他本身健康裡面 他做一些扭動 扭轉很巨大力量 之後他會造成裡面 軟骨韌帶的一些受傷 也會造成膝蓋的活動不舒服 所以這個情形來講的話 肩膀膝蓋 我們現在做比較多 所謂內視鏡 大概肩膀三個洞 大概膝蓋兩個洞 我們做一些關節鏡 去做修補 穿針引線 去做這個縫合 讓這個裡面的構造 結構去做比較好的修補 希望之後 不敢說表現可以更好 不敢說可以再去 投手投得很快 這個打球打得很好 但是至少日常生活中 你活動可以沒有問題 你這個工作可以OK這樣子 這是運動醫學的部分 這本身我有在做 但是這個東西 是比較新的一些技術 好 那以上跟大家介紹 這個簡單 這個一些骨科 我們常見的一些 一些年長的一些問題 還有一些運動醫學 還有一些話題 那當然 都是一點點的一些 概念一些想法 跟大家做介紹 有狀況有病 還是老壞劇 還是要看醫生 還是要去做檢查 做治療 那今天跟大家先介紹到這邊 那最後是開放這個 一個問答時間 不知道大家對於今天 或是說本身 有什麼問題 大家提出來一些討論這樣子 好 我想請問一下 你剛剛講那個鈣片有沒有 那像我們一般 就是要更年期的女性啊 你剛剛說如果說 我們是均衡飲食的情況下 那個鈣片的補充 你剛剛是有很明確講說 一天兩顆 那你可不可以講一下說 我們去房間買的話 你說那個一天兩顆 那一顆是要幾米你 600毫克 600毫克 等於是吃到1200就對了 然後第二個問題就是 我剛剛有請教你 就是說你剛剛講那個 灌骨泥 那我可不可以想吃到 我想了解一下說 醫生 你做 如果你的病人有做灌骨泥的話 他們的育後怎麼樣 尤其是在講老年人的部分 謝謝 好 OK 好 那這個 謝謝這位小姐提問 那剛剛 在講到這個灌漿的手術 可能大家會有一些疑問 因為這個大概技術比較新啊 然後它的狀況的話 也是真的是因人而異啦 通常這個 我們在做灌漿手術的話 它是做所謂的壓迫性骨折 從腰椎到胸椎 大概是比較常見的地方 那 力量可能不管是摔倒 跌倒 然後造成疼痛不舒服 那我們大概都會去 先做檢查 做評估 那 這一開始的時候不手術 我們就穿鐵衣 穿背夾 請替殺啦 那如果說假設 痛了一段時間 一個禮拜 一個月 甚至一段時間 三個月 大概可能還是不舒服的時候 那我們就會考慮做一些檢查 所謂的核磁共振檢查 每個人的冷痛程度不一樣 再次強調 每一個人可以 你們的那個痛 真的不一樣 有一個人就用 真的已經很痛了 已經扁掉很誇張了 他如果說 不痛 他心我還是不痛 我真的是不痛 你要拿著槍抵他 逼他來手術 他也不要 所以我們 我們這個 在科學評估來講 我要給他做這個 所謂核磁共振檢查 好的骨頭是長這樣子 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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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正常的 中間有軟骨 軟骨 那這個亮亮的地方 這個就是 新的受傷的壓迫性骨折 等於說他是 看到這個樣子的情形 我們會知道說 這個大概是三個月以內的事情 所以大概骨頭正常癒合 傷筋動骨一百天 常常我都把這句話 掛在嘴邊 骨頭好的話 大概三個月 三個月大概會癒合起來 要好早該好了 超過三個月以後 我們叫做骨頭不癒合 延長癒合 癒合不良 所以大概三個月是骨頭癒合 大概是比較重要的 所謂黃金時間 三個月大概是 一個基準 一個標準 那在這個情形來講 我們看到這個地方 像你看到 這個病人是 10月2號來看我們診 他10月3號做到核磁共振 他手術 他拖到3月9號才來做手術 所以基本上來講 他這個情形來講 他骨頭裡面其實已經空掉了 已經不癒合 已經沒有在長了 那你問他 他真的很痛 他真的很不舒服 所以基本上 我們大概就會 剛剛講的這個麻醉下 給他灌這個骨漿灌骨泥 好了之後 這個隔天病人大概就很舒 大概 我的經驗是 大概都會戲劇性的轉變 就覺得很舒服很好 穿著鐵衣 穿著背架可以下來 活動下來走 隔天就可以出院了 第一個 那醫生你都講好的 都沒有講不好的 一些併發症 不好的事情 不好就不會拿出來講 不過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的時候 在灌漿灌骨泥的時候 也不能灌太多 我們把它灌得 跟本來一樣好不好 跟本來一樣 硬硬的 比如說這個裡面空間 大概至少 我的經驗大概至少 至多 最多可以灌到 7CC 8CC 大概10CC 滿滿的 把這個骨頭灌得滿滿的好不好 大概是不可以啦 為什麼 因為上下還有骨頭啦 上下還有一些骨頭 所以你這邊都是硬的時候 它兩邊 在活動的時候 會把上下的骨頭 給壓受傷 壓脆掉 我們叫 靈靜節的骨頭骨折 骨折 所以基本上 我們大概這個 灌骨漿的時候 你的裡面 空間太小的時候 灌不進去 空間太大的時候 也是灌到一個量 大概一個量 大概 3CC 4CC 以內我想就很多了 我們灌過太多以上的時候 灌得飄飄亮亮的 很硬一個 結果 還是很痛 還是很不舒服 就是因為發生靈靜節骨折 第一個 第二種併發症 當然可能跟技術有關係 可能這灌骨這樣的時候 我剛剛提到 後面有神經 不要有神經 還是骨頭 這個孔骨力 露到後面來了 跑到後面去了 那它就會去壓迫到這個神經 就會造成疼痛不舒服 那大概都是很可怕的悲劇 因為它裡面 你想像 水泥在旁邊露 在旁邊壓迫 其實是時候都是比較 比較糟糕比較辛苦 那當然 這個本來是小小的手術 就要劃開傷口去清除 就會很辛苦 這是所謂的一些病發症 所以 基本上來講 我們比較常聽到這兩個神 就是神經傷害的病發症 就是一個是 就所謂鼓泥外露 那一個是所謂的這個 靈靜節骨折 這些事情 當然沒有一個醫生 會願意希望發生這些事情 大概都是一些意外 比方說 這個在灌江的時候 這個在 這個量的時候 他可能 本來可以恢復得不錯 或是他本來希望他恢復得 這個 好好保護 可是太早去彎 太早去活動 即便是我可能灌的少少的 可是這個 這個阿婆很快就去 就去活動 就去做一些農事 就去彎腰 然後最近部署 他硬是去給他壓 所以他硬是被他壓壞掉 第一個 第二個有時候 我們看到的是 這位婆婆 她的骨頭都還OK 有些人的骨頭 是好幾個都已經骨折了 那個X光看起來 根本就看不清楚是哪邊 所以造成一些 骨泥外露 或者一些狀況 這大概都是技術上 可能都會 在病人的體質都沒有很好的時候 會有發生這種情形 那 這個情形大概以手術來說 都是一些所謂的一些風險 一些併發症 那 如果當然啦 在以 骨科手術外科手術 我們不會陰噎廢死 我們在去開會 醫生去開會 或是跟老師在學習的時候 看到不好的 我們告訴自己 小心不要這樣子 那我們多多希望 這個不好的事情 不要發生在自己的病人身上 那 看多了解多的時候 你這時候 怎樣去預防 第二個 如果說已經 假設說這個已經受傷 這個受傷 已經一年 兩年了 這個都已經黑了 都是已經好 骨頭長起來了 那你再把這個 骨頭 骨泥灌 灌不進去 那你再硬去弄它 那可能就造成所謂的病發症 所以 這大概都是有機可循的 那是 今天好像爆太多內幕了 不過 這件事情 這個我想一個有經驗的醫師 還有 還是要看每個病人的狀況 那會提供 當醫生有提供這樣子建議的時候 我覺得 其實以現在的技術來講 都可以放心大膽的去接受 去做處理 當然 有事情遇到的時候 其實我們好好去處理 大概都不會有太多問題 大概是這樣子 好 這個 骨水泥裡面是健跑的 沒問題 啊 有比較好的東西 這個低溫骨水泥 氣球 那大概就是兩萬多 五萬多 七八萬上去 大概都有比較好的東西 那 比較好的東西 講到自費的東西的話 開玩笑一樣 我會講 一樣 買車子 有TOYOTA的啦 有BANU的啦 有比較好的啦 啊 用在你身上 看你要哪一種的 效果都可以達到 所以基本上 低溫骨水泥 是比較不會去傷害到神經 那氣球的話 是希望把這個高度 可以撐比較開 像這個老人家 它裡面有用氣球 它是已經扁扁的 撐不開 如果沒有預先撐開的話 灌不了那麼多 所以大概 有沒有健保幾副 有 有沒有更好的東西 也有 大概是這樣子 好 欸好這個 黑色黑色衣服 陳醫生齁 我問你 我的腳 那腳第四肌 青頭一肌青頭而已 啊 就是骨頭都歪去 那個青頭歪歪 那是 已經歪姿很久了 啊 但是那是要怎樣 醫肺是要治療 是要開刀 好 第一 你如果有方便 先來讓我照X光片 先看看骨頭歪歪去嗎 第二 第二 譬如說你歪歪不舒服 當然很多 骨頭是骨頭好處理 打斷接起來 那第二個 你如果說不敢開刀 看看你歪的程度 還是說 是不是你蟋子太小聲 就像那個尖尖的 李佩青 他那個跟那個腰椎 壓迫線骨折有關係 盡你的了解 他是什麼情況 謝謝 我不是李佩青開頭醫生 當然我這樣子看這些新聞 有可能是 可是當然我們 也不是做手術的醫生 真的是不好說什麼事情 當然我還是那句話就是 要先檢查過 然後要先看裡面狀況 然後給醫生做評估 因為現在大家都很進步 譬如說你聽我說 好像聽起來不是很 沒聲透懂 那沒關係 你把那個片子 或是說在我們醫院 你也可以再看看其他醫生 一兩個醫生 我想兩個醫生 三個醫生 講差不多的狀況 大概就是那樣子 如果兩個醫生 三個醫生 講的方向天差地遠 那我想 那可能就是 這個表示這個問題 沒有一個絕對的方法 對不對 所以那個李佩青 好像是 當然我也不方便說什麼 但是 發生這些事情的時候 當然我還是講 沒有一個醫生願意發生 都還是會 盡量去給他補救 對 大概是這樣 好 好 這個問題大概是 骨科門診排行榜前師民常問到的問題 這個膝蓋關節活動 會有啪啪的聲音 我喜歡做個比喻 我喜歡做個比喻 就是你在做這個手 你這樣奧 它都有一些聲音 那我們大概來講 大概 如果你看一些 期刊文章 有很專業的 說是這個骨頭裡面的一些密度 氣泡 發出一些 噗噗的聲音 那比較具體的就是 這個骨頭 這個筋 這個軟骨 這個摩擦的一些聲音 那到底是不是聲音越大 磨損越嚴重 聲音越大 這個疼痛越嚴重 那我想 這個倒是沒有絕對啦 那 我之前也看過一個報導 就是說 有人很無聊 拗手指頭 拗100下 每天拗100下 一個人都完全沒有拗 有拗的人也沒有變比較差啦 所以 基本上回到你剛剛的問題 就是這個關節活動聲音 本來就會有 本來就會有 那當聲音變多 變比較 比較這個 好像很明顯的時候 你也不用太擔心 大概也不一定說 跟裡面有關係 那可能摩擦 它碰撞跟你這個 是不是 就是早上剛起來 剛睡醒的時候 比較僵硬 那你動動之後 咦 聲音之後 好像就比較軟了 就比較鬆了 那這個情形是有可能發生的 那如果你要想知道 到底裡面的狀況 本來是一樣 我們照來狂騙 我們做檢查 好的 因為其實有時候 這個都比較 這個主數 悲人不悲人 病人的主數不會騙 它就是真的不舒服 那這個東西 我說在聽這麼多的時候 我覺得還是回到 你的情形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那你也不要太擔心 那我們大概的經驗是怎麼樣 會跟你做一些分歧 請問一下你剛剛說 那個鈣片的話 早晚補充嗎 那我們可不可以買高劑量的 就是一次就1200 就吃一次就好了 不要吃奔早晚這樣子 第二個問題就是那個 關節鏡手術 那是什麼 是什麼叫做關節鏡 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謝謝 恩 一次1200的 我好像還沒看過 那如果有當然也不是不好 但是有時候 劑量太高 是怕說是不是有一些 結實的一些體質 然後可能就比較不適合 那1200的好像比較沒有聽過 大概都是撩擺的比較多 那第二個 一次兩顆 一次兩顆 恩 對 意思一樣沒有錯 可是我好像比較沒有聽過1200的 那如果 喔 你說一次吃一兩顆 喔 可以可以可以 是 但是喔 主要會有問題說 你早上你吃一吃它會代謝掉 它會代謝掉 所以你吃一吃有時候 它慢慢的就代謝掉的時候 你的吸收它是會不太一樣 所以通常我們會早晚吃 其實是需要維持一個濃度 對不對 大概比較知道是這種情形 對 那回到關節鏡手術的話 恩 關節鏡手術 因為這比較不在今天的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範圍裡面 我大概提一下就是說 像剛剛講這個膝蓋啦 齁 我們剛剛講 這是吸到我們看進去裡面 這個透視眼 我現在看到這裡面 那我們關節鏡手術是兩個洞 內側外側兩個洞 一手是眼睛 一手是我的手 齁 所以裡面眼睛去看到裡面的狀況 去做一些處理 那在這個手術目前很常見 內視鏡手術 包括你開盲腸 開盲腸啦齁 開胃 開一些這個大腸的手術 都是用內視鏡手術 那膝蓋肩膀也是一樣 它就是用這個兩個一公分的傷口 然後進去把器械放進去 把這個 把你的這個眼睛 把這個camera 把這個攝影機放進去 然後一手是器械去裡面做一些處理 大概是這樣 那 這個關節鏡手術用比較多 大概是運動醫學 就是運動受傷 運動受傷害去用比較多 那第二個還有一種是 這個 退化性關節鏡 剛剛講到手術治療 還有一個叫做關節鏡手術 有人講齁 應該有人聽過 洗關節啦 洗關節啦齁 就是裡面去沖洗 把這個裡面發炎物質把它清洗下來 這個也是治標的 輕輕洗一洗 那也許可以撐個半年一年 一年兩年的時間 那大概一段時間 它對於這個軟骨的磨損 也是一樣沒有幫助的 但是症狀會比較緩解 再來是關節鏡手術 蛤 喔 復原期好 今天開到明天就走路了 齁齁齁 所以這個復原期就比較快 對 好 你剛剛說那幾種我都做過了 洗關節啦 泡尿酸啦 現在都做過了 到台大檢查 到靈活場檢查 都說沒問題 現在我 那PRP也做了 那PRP做了 做了還是痛 所以醫師說 醫師變成說 我說筋膜 筋膜和微膜故障 我也搞不清楚 但現在還是痛 他說我走路可以 爬樓梯 下樓梯不行 這樣我先請教一下 醫生有跟他說 你的分級是哪一級 譬如說 是最嚴重還是 是最嚴重還是先人輕微 是是是 那你這 做這些治療的時候 你說齁 你是花了多久的時間 是這一年以內 還是說長期三年 我 是是是 是 我跟這個阿伯 讓我先打一下好不好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非常配合的病人 等一下你非常配合 就是說我們在做治療 大概都 你都有去嘗試 像我剛剛講的都有嘗試過 那現在你問我這個問題 我會反問說 大概是你是處於哪個分級 大概是哪個分級 大概是 譬如說你很輕微 很輕微的話 那可能在做治療 都是讓你比較舒緩 就治標的啦 治標讓你比較舒服 如果你的分級 是到這個很嚴重的 那可能來講 那最後就是要換關節了 那當然 你可能在這中間 第二級第三級 我想這些醫生 他們做的也都對 都希望你的情緒 不管是生長軟骨也好 不管是在裡面潤滑也好 都是用我們目前 手邊可以用的武器 去幫你做治療 所以 當然我先 先幫你清理 我說 你如果是來找我 我先給你評估 你到底是有多少 到底有多嚴重 你先來先揉手 自己心裡先有個底 知道說到底你有多嚴重 那你想要做什麼治療 再給你做一些選擇 因為聽起來 大概我這樣聽齁 真的也很難講說 你是不是這個一定是很輕的 還是會搞不好已經很嚴重 但是 我想一個依據 大概是會講給你做 做建議的 行行行 是是是 了解了解 好 這樣齁 你可能怎麼找我 好 沒關係 我的意思就是 其實這個情形 大概就很典型的 在做一些治療 那不管是 這位大哥 他的狀況是怎麼樣 其實他做的情形 大概都是 我們目前可以做的武器 那 對對對 關節淨手術 好 所以我會建議說 當然會先評估一下 到底到底是有多嚴重 到底有多嚴重 然後 再給你一些建議 那這個 目前來講 他做的治療 都是 都是我們常見的一些方法 那 甚至我還有遇到的 這個都做了以後 結果齁 他說他去針灸 他去拔罐 就好奇了 我全會好奇了 所以 這個東西 疼痛還是回到那句話 就是 有些東西當然科學 我們能夠做的治療 我們還是會盡量去 因為 因為我有這個齁 是大概大部分的人 我相信齁 大部分的 應該是都差不多 都會還蠻不錯的 但是還是有些狀況 那我們個別可能就要個別做一些評估 比方說 是不是工作 或是有些 出力的動作 或是危險的動作 還是常常做 那可能就會比較辛苦一點 齁 齁 好 呃 基本上是這樣 就登山跟下樓 確實來講 我們這樣用想像的 他對於膝蓋的負擔比較大 那其實 有時候上樓的其實負擔更大 那我們都會 我們都覺得說 其實你每天都必須 比如說我住三樓 我住五樓怎麼辦 我總不能爬不上 不爬上去或怎麼樣 齁 那一般來講的話 其實 如果第一個 你每天 你平常就加速三樓五樓 你每天都用爬爬習慣了 可是你的肌肉力量 已經都已經習慣了那個力量 所以我想 每天這樣的生活 大概是夠用 齁 第二個登山齁 你說這個我們走個小山 這個旁邊 呃 呃 泰山啊 這個象山啊 我們大概走個一趟兩趟 我想 一個禮拜去走一趟 或是說一個月去走一次 我想這個的分量 這個量大概都是還OK的 每個禮拜 齁這三五天就去爬 就去走 除非你是天天爬 常常爬 你說說我們都是假日運動員 今天平常都在上班 呃 禮拜六日心血來逃 三五好朋友突然約 去走 就疼痛不舒服 所以我會覺得就是說 當然你說跑步 醫生說要跑步 我要運動 那我就跑超常 跑了三公里 五公里 他當然是受不了 所以一般 我會建議幾個原則 第一個 循序漸進 就是慢慢的往上增加 如果說 你有在爬 你喜歡這個 我們也不要爬登山 所謂登山就是說 你就會去登百月 那 只會爬小山 這樣整個走路 我想是OK的 分量大概是OK的 那你就不要說 可能突然間 那些人偶爾去走 這樣子 就慢慢的循序漸進 維持一個習慣 循序漸進 第二個是 靚立而為 靚立而為 就勉強大家都走 你也跟大家一起走上去 可是其實就已經不舒服了 你又勉強走 當然回來就走這樣 不舒服 所以我想 把握一個原則就是說 就是循序漸進 靚立而為 然後 維持一個習慣 當然這些動作 做久了做多了 一定是傷膝蓋 那就是還是維持一個習慣 它是慢慢會越來越好 最後一題喔 最後一題 那我們給後面那位好了 因為他比較早舉手 陳醫師請問一下 我什麼年齡來做那個 更換髖關節 會比較適合 然後有沒有什麼優缺點 謝謝 剛剛講到膝關節比較多 那更換髖關節大概是 我們比較常見 大概是兩個原因 一個大概是缺血性壞死 那一個是關節退化 先天發育不良 或是說他的磨損 疼痛不舒服 如果是缺血性壞死 大概跟三個原因比較多 吃藥 內褲唇 然後酒精酒類 還有有受傷過 那那種缺血性壞死 等不了的 那非常痛 非常不舒服 可能很多這個酗酒的人 你看到很多四十幾歲五十幾歲 有聽說有患關節四十幾歲五十幾歲 或是說吃些藥物的話 他可能就會 這個骨頭就會缺血 然後因為 他攻擊這個 骨骨頭的地方 不舒服 那個是等不了的 那可能大家要很快 診斷出來 那個頭就會垮掉了 所以那個當然是馬上 就會需要做手術 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這個髖關節 如果是退化的 如果是退化型的話 那我想 如果你的評估 在這個關節 其實跟膝蓋來講 概念是類似的 如果這兩個關節腔 都還有 都還OK 表示裡面的軟骨 都還可以做緩衝 你的不舒服感覺 應該是會還好 如果是你的這個關節 裡面關節的評估起來 是已經都已經骨刺了 都已經磨損掉了 兩個都已經卡在一起的時候 你會覺得這個 鼠溪的地方 會疼痛很不舒服 最後進而你會走路會一百一百 一百一百不舒服 然後甚至有長短腳那種感覺不舒服 那那個時候我就建議要做手術 所以當然這個年紀倒是沒有一定的限制 像我剛剛講缺血性壞死跟退化性的情形 缺血性壞死比較急啊 可能馬上就要做處理 那退化的情形 如同我剛剛講 疼痛無法忍耐 然後活動走路已經有不太適應 不太習慣的情形 第三個 他看X光片 其實已經到很糟了 已經到很退化 那我覺得大概就很難再撐了 可能是早晚的事情 如果你其實痛不舒服 其實沒有那麼嚴重 那可能就不至於要到動手術 大概是這樣子 好那非常感謝老師 大家再掌聲感謝老師 好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